对巫统最高理事会一决 今年内必须举行全国大选 那行动党就抨击 巫统建越了国家元首的权利 民主行动党秘书长陆赵福 炮轰巫统态度傲慢 也不尊重联邦宪法 陆赵福今早发文告表明 在首相觐见最高元首 或者是获得预准之前 巫统如此对外宣告 有关解散国会仪式 这在我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而且根据巫统昨天 发的文告提到 必须在近期解散国会 换句话说 未来三个月内必须举行选举 巫统似乎向国家元首 设下了前提条件 不仅不尊重宪法 也鉴阅了国家元首 在解散国会事情上的斟酌权 根据联邦宪法第40之二条文采明 国家元首拥有的斟酌权 包括委任首相 拒绝依建议解散国会 和要求召开统治者会议 讨论关乎统治者的特权 地位 荣誉和尊严的事物 它的研究所在 是 Indigenous diy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